前瞻基础建设整建长照卫福据点 竹堂乡卫生所及长照卫福大楼 新建工程动土典礼9日举行 由县长王惠美 卫生福利部长照司副司长周道军 竹堂乡长蔡硕任等贵宾共同启动 未来期望让老人小孩提供 乡亲一战式的福利服务 都能得到最好的公共卫生 及社会福利照顾 一楼二楼会让我们卫生素来修用 包括涵盖我们的不老健身房 那三四楼来做我们的日照 以及我们的育婴中心 然后儿童馆 那五楼的部分会提供 让我们的中卫在这里可以 麻烦去做我们社区的活动中心 那总经会要感谢我们的卫福部 给我们保证7200多万 管政府给他传料5200多万 那总经会这项2200多万的经会 来自这座大楼 那这个中间刚刚刚刚到我们的物价上涨 所以龙总流标到第十次再来这个标准 我们这个预订在我们一百十二年的四月之前来完工 到时候就能够提供给我们特征地区的乡亲 有一个宜战式的老的年轻人来照顾 让我们年轻人有得认真 打拼事业 希望能够留住更多的青年朋友在地上 那我们希望能够在这边让我们当地的乡亲 有照顾需要的都能够得到完整的照顾 那这样的照顾不只是针对长者 那我们在这一栋大楼里面也包括了一些 额域的设施 那么将来当地的民众 只要是有照顾的需求 都可以在这个新的建屋里面 有一个一站是通通一起来的服务 那让大家使用服务更加的便利 在这里今天在当中 可以有这栋一项两千几万的在这里出现 对我们来说 非常的不可思议 所以在这里 我要代表我们在当中 共同期招待我们副市长 和我们管长和我们局长 以及我们这栋 我们这个承造大楼相关人员 深深一致共 竹塘香卫生所寄长照卫福大楼 中央补助经费七千余万元 县福配合款五千余万元 共计一亿两千两百六十四万三千元 预计于一百一十二年四月完工后 期望能让竹塘相亲都能得到完整的照顾 不只是针对长者 也包括托育设施 将来当地民众只要是有照顾的需求 都可以战事服务 让大家生活更便利 公益频道张华允竹塘采访报导 都可以战事服务 都可以战事服务 都有植物 那在这边